Hello各位同学,你们好 今天我又想再拍一条片跟大家讲解一下 学友写今年出的那份Mock Paper Part B2的部分 之前我已经录制了一条片解释了Part B1的答案和一些要注意的事项 今天来到这里,我就想再拍一条片和同学都解释一下做B2的部分的一些答案和一些心得和要缺 跟上一条片一样,虽然我不能够将每一条题目都能够清楚告诉同学在哪里找到答案 但大部分的题目如果需要一些答题技巧,老师都会在这条片会再和同学都讲解一下 好,第一条,35条的题目就会问 What do the phrases a long week and stepping up mean? 这里其实在词词内不能直接去找到a long week和stepping up 其实是为什么 某程度上,其实a long week 同学需要在整个paragraph number one 看完之后 其实你会评论到答案是解释一个很 busy的上午或者一个 week 外傭姐姐是需要在家做一些cleaning和 cooking的工作的 所以这里其实有几个元素,学生是必须要有的 例如你一定要写到是b时或是taring 以及他在做些什么呢?就是cooking和cleaning 最重要就是incramed household 至于是不是off hong kong这里呢? 就未必很需要的 但需要答到三个部分,你才会获得到一分的 那stepping up 这里是要同学自己去解释 其实为什么是什么叫stepping up 其实这里就是选择moving 或者being promoted to a higher level 虽然这题目其实在DSE卷里 我们很少叫学生去解释 其实某个字词的meaning 不过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experience 给同学试一下 就是原来有一种提形 是可以叫同学在看完那个paragraph之后 其实你会想到这个字在这里 其实这个解释应该是怎样的 那这两个题目 along with my stepping up 可能都需要学生用自己的文字去作答 未必有得去抄一个答案在文章里面 然后在36条那里 就会要同学找回几个生字 一个就是insufficient 一个是astonishing 以及inference 如果你留意到在pdf这里 其实我都已经copy 那个paragraph paragraph number 2 和number 3 同学都会找到scans startling startling 以及inspire 这三个字其实是哪里会找到的 老师呢 其实想高达一个point 就是说 当你们去看这种找字的题目的时候 我highly recommend 你们要去留意 其实这个题目是一个什么 paragraph speech 如果同学心水清的话 其实这个题目的第一个字 是insufficient 其实是一个adjective astonishing 其实它也是一个adjective 不过它是present participle 而inference 是一个past participle 大家都留意回答案 scans startling 以及inspire 其实这个词性 都会和question 一模一样的 如果你看回文章的paragraph number 2 其实要找一个adjective 出来 其实不会太多选择 所以我希望同学都可以尝试一下 这种排除法的方法 去尝试找回答案出来 因为其实有时候 未必有一个字 你们都懂得解释 其实你用这个方法 找到答案的机会率是会提高的 接着第37条 就会问dea 由于dea 这个term 这个字 其实是一个possessive adjective 而且它是一个plural的possessive adjective 所以其实答案 必须是plural format 是一个pronoun 当然因为它是一个possessive adjective的关系 它的答案必须有s apostrophe 38条 what is the d vers daily life completely different to 我希望同学 是 留意到那个keyword 是different from ok 那什么叫different from 就一定是有 是有对比 才知道有不同 所以其实你们在答案里面 我在hashtag那里也有写了 你一定要show the differences 那你就会问 missi 那怎样才可以show the differences呢 那你就要运用connective 例如however but和yet 那这三个connective 其实都会show the contrastive ideas 所以这个答案呢 你一定要写到 the devil works hard in their daily life doing household chores for their boss however 那他平日就要做那么多东西 那他星期六日就怎么样 哦 他就可以enjoy the scenic poland village cricket ground while playing cricket on sunday 那他就可以玩了 那所以你要答到 平日的生活是很忙碌 而星期日是可以玩 这个对比呢 那你才会得到一分的 那留意一定要有however but 或者yet 这些connective 去show the contrastive ideas 才会有分的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未必会给分你了 那第三十九题 同一样东西 都是一个pronoun 来的 但是在一个plural的pronoun 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答案里面 都会有一个plural form 的 好 来到第三十 sorry 第四十题 那第四十题 这里呢 其实我改决的时候呢 都发现很多学生 是写答案的时候呢 是没有ing form 那其实呢 你留意回 那么多年的past paper 的答案呢 其实都需要回答 学生呢 是要写gerund form 才会有分的 那你就会问 为什么呢 因为你留意一下 题目呢 他问free job duties 其实这个是一个activity 来的 那你必须要用gerunds 去答呢 你才会显示到 其实那个 noun form as an activity 这个这样的function 的话呢 必须要用gerunds 才可以了 那所以都要留意回 如果问purpose的题目呢 他必定要用to infinitive 而这些activities 和job duties 的话呢 都麻烦学生呢 都要用gerunds了 那 第四十一条呢 又是改决的时候呢 都比较多同学 答不到的答案了 那其实这个题目就问你了 个comment they are tough 其实是为什么呢 那其实呢 tough的意思在这里 就不是硬啊 不是这些解释 其实他就说 我们经常都说 在口语上 我们经常都说 其实个人很tough 其实为什么呢 他能够可以做到很多东西的 还有他很熬得 我们中文里面说的 很熬得 其实就是这个tough的意思 那如果你在个text里面 你怎样体现到外用姐姐很熬得 就是他们有很多东西要做 但是他们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 那或者你可以这样说 他们其实在physically 是很strong的 因为他可以一个人 打掃一个host的家 是without help的 那这一道呢 你才可以体现到 tough这个很熬得的这个概念 那 留意方呢 在2019年的Marcus report里面 其实呢 考试也有提到呢 学生 其实在extended response里面 你一定要 represent到 它的endurance这个位置才可以的 那common incorrect answers are attempted to copy something from the text when the actual answer was not mentioned explicitly 那其实呢 B2的题目里面 很多时候呢 其实答案呢 你未必能够在pessage里面 可以directly copy 那所以呢 所以呢 你需要呢 同学需要理解了那段 说什么之后呢 用自己的文字去写出来 那 也不要 和分抄很多 不需要的答案 在你的答案里面 因为同学都很多时候 会有excess copying 你会拿不到分的 所以这里呢 也要留意 那42条呢 老师不再多说了 因为其实都很explicit 那一定是C的 那43条呢 我这里也有个warm reminder 其实呢 看考试歌的Marcus report里面呢 其实都经常都会提到呢 考生呢 其实失分在closed passage呢 无谓都是 其实都只有两个原因 一呢 就是misspelled words 就是抄都错了 第二呢 就是 同学呢 不是很理会题目的grammar的要求 其实前前后后呢 例如mostly from many cases 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些grammar的item 多于你说 是否真的在text里面 抽不到答案呢 那这个你也要留意一下 living room 这些其实是day collocation的字 那你就不可以错了 那还有要留意一下 power of speech 那就不要错 power of speech 啦 好 那接着呢 那44题呢 其实老师都挖了答案给大家 其实都是照找出来的 但当然就有些未必那么explicit 给学生可以抄到 但有些大部分都其实都可以在抄 看这个passage里面找回答案的 好 那来到45、46条呢 老师都不多提了 因为其实都是multiple choice question 那 It's all about luck 这里呢 其实都是一些interpretation的题目 你需要理解了这个passage 之后 才会想到什么叫 It's all about luck 其实由头到尾呢 都是你行不行云 那行不行云是什么呢 这些化作在外用姐姐的情况里面 就是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雇主去工作 那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幸运的原因里面 就是个条件里面一个condition就是 雇主对你好的或者他kind的话就是幸运咯 如果不是的话呢 那就不幸运了 那48呢 其实呢 都是job duties和hobbies那里了 那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学生是用gerns去作答 那我这里呢 在pdf那里呢 其实都一二再再再二三呢 其实都提醒了同学的了 好 那 嗯 49条呢 其实我都在上面那里选了给学生的了 那其实他的答案呢 是looking back she would find it tougher than serving jail sentence 那其实compare with呢 你看到thean这个字 t h a n呢 其实这个就是comparison 那所以其实他的答案都很出的 应该都是serving a jail sentence的 那endanger和adjudication 这个我就不再看了 那反而呢 又是另外一个题目呢 第五十一条 it is harder than if you were in prison 这里你一定要show the contrast life as a domestic helper is even worse than a prisoner's ok 这个是对比啦 为什麽呢 你要explain helpers working at home do not have enough rest play and watch television wear rest 即是弹事的意思 prisoners are granted these rights 那你在坐牢的情况下 可能你还可以休息啦 玩啦 以及watch television 这几个example呢 你要跟回pessage里面找到的 那就不是说大家憑空想像 那我都是留意回pessage里面 怎样说的时候呢 那我就跟同学用回pessage 这个explaination啦 那记住呢 其实Marcus report 都寫得很清楚的了 就是19年和2020年 通常呢 考生错一些题目呢 就是因为这些叫做abstract concepts 其实很难identify 那为什麽呢 因为你其实要explain with example 什麽叫hard life 和什麽叫不同 ok prisoners的life 怎麽跟姐姐在香港做事的生活不同呢 你要explain 不然的话 其实你未必会得到那两分的 那这里52条其实都是在text里面找到 所以老师也不多说了 那呢 那呢 反而呢 这里53 54 那些其实同我都会找到的 反而呢 我想再给少少时间去说一下 这个 What does the privilege refers to 那你留意回第18段呢 它是这样说的 Sometimes it was so busy that another helper Nick52 Did not have the time to see a doctor But even worse for those who have debt privilege It was the start of another vicious cycle 那其实呢 他说的这个debt privilege 最近的noun phrase 这个debt 那没有明显的 那是个noun 来的 那其实这个noun clause 最近的noun phrase 就是 Have time to see a doctor 那但是呢 你就会问了 为什么不能直抄 Did not have time to see a doctor 呢 因为他呢 这里是问privilege 的字 ok 是个noun来的 好了 你答的答案呢 是要用一个passive voice 因为呢 是姐姐被 所以呢 你不能够寫 give time to visit 所以呢 那这个 voices有问题的 那也是grammatically incorrect 所以呢 当你答这个题目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加一个passive voice 下去了 ok 好 那这个呢 就是第五十七条呢 grifences 这里呢 又是要分开答了 ok the griffences refers to 什么griffences are all refers to ill treatments poor living conditions or rights abuse faced by the domestic helper in hong kong 那第二个 question就是 why does she thinks Carrie Lam will understand all these griffences 就是你刚才explained your griffences since she's a woman and she ha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r empathy towards women's plaques or suffering 那这里呢 要分开两部分答才行的 啊 这里就是 purpose那里呢 其实很多跟我回答 我改决的时候呢 都大部分学生都对的 其实这里都 跟回passage 找到答案的 好 那来到第六十和六十一条呢 我就没有什么特别 想解释一下 就是那个question的答案 因为其实都 大家都会找到的 就是那个passage里面 比较 straightforward的 答案 那反而我的reminders 可以看一下同学的 第一呢就是 小心点 不要有excess copying 因为其实这些答案 有时都未必会在 題目 在那个passage里面 directly可以copy到 answers 那大家都留意一下 是不是只有些keyword 有用 还是真的那个整个 你看到的那句 是有用东西 抄下去 是会帮到你得分 那第二件事就是 gathering question 都留意一下 part of speech word format 以及记住 不要串错字 那第三呢 就是referencing questions 例如这些its 和them 都想一想 其实需要的答案 是single 还是plural noun 那会帮到你答答案的 第四件事就是 留意一下 有没有grammatical cues 那譬如上面一句 第六十一条 it is because 那后面一定 不可以答一个 now or down phrase 一定要一个clause 才会对 那第五呢就是 我强烈建议考生 做b2 part的话 那其实对于整个文章 有一个全面一点的了解 会比较好一点的 Holistic understanding 就是有一个全面性的了解 那会对学生回答题目 会帮到手 因为毕竟很多题目 都是考考学生 理不理解那个文章 而可以用自己的文字去解释 个question的requirement出来的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对于文章 有多少少了解的话 那其实会帮到你回答题目的 那我今天去解释b2这份卷 就来到这里了 那希望大家努力去考试 那就预祝大家考试成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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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